有天艳蜜语在的片场 那一定是充满欢乐的 红明浩和周也在片场的互动 真的很像小学生 一起打打闹闹的氛围 真的很温馨 红明浩在片场也是非常听周也的话 有时候还会模仿周也 也会被周也的一些小动作斗叫 就是我俩一起看上天空 然后你等个两三秒 你来就三个 胸 胸还是丁丁啊 丁丁 OK 导演在片场 嗑的也是挺起劲的 看看这一脸的英母笑 真像他们导演 两面刻CP是什么感受 他们两个要拍一场贴贴的戏 周也一跟红明浩对上时 就有点害羞 再次尝试时 又被红明浩头发上的小卡子耽误了 在两人拍大婚的戏份时 两人穿的衣服莫名撞伤了 周也都调侃说像是双胞胎 还有群演说他们长得像 问他们是兄弟吗 要我说 这些群演他也不会说话了 这哪里是兄弟 这明明是夫妻像 而且两人还会在喊开之后 互相告状 你们两个真的别太幼稚 要拍打戏时 周也不熟练动作 红明浩就会上去嚼他 还有要拍对视的时候 两人一直没有很默契的对上 于是周也就质问起了红明浩 面对周也的送命题 红明浩肉眼可见的慌了 我俩到底什么时候对视 看你两下都没看过 就你不想对视 我不懂 为什么 而且红明浩在片场 真的很喜欢逗周也 因为红明浩要为周也吃果斧 拍了几次 导演不太满意 红明浩这个时候 就起了坏心思 在嗨溜上 两人的互动也是甜刀叼牙 因为周也在上一部戏中 饰演了一个作曲家 于是红明浩就想给周也 介绍唱歌老师 但没想到 周也说可以让盘剑次叫他 下一秒 红明浩的表情就变了 你小子心思可别太明显 在之后的一个换节中 红明浩没有记住一个名字 于是周也就跟他撒娇 我看到是你的名字 我以为你一定会记得 我以为一定会记得我的名字 哎呀 早上我就记了 你说一个跳一个 想跟周也鸡上 等半天也等不到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等 在一期特别节目中 红明浩跟周也一起去占调料 周也调完之后 还特意跟红明浩说 自己要回去了 真一点 蓝人之间的氛围 真的很奇妙 谁家同事能这么上心呀 现在的粉丝可CP都流行在正中面前吗 当他们连线到CP粉时 场面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 你看我们这么喜欢 要是他就是脖子特别好 对吧 两个主角搞点什么吗 哈哈 就是 那都跑别路人 是 哎呦 你看他们俩甜死 他们俩刚刚在那里挖个锅里 那个哗哗哗的时候 天呐 你说什么 这个死的甜死我了 磕死我了 我跟你讲 我跟我同事跟他下班走的时候 我说天呐 这两个人疯了 帮他你去好看 好 射荣啊 这个解身的 侯明浩也是有点双标子身上的 工作人员让他露腹肌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但是周也让他露肌肉 他毫不犹豫就露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媳妇的话 确定吗 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同事啊 你们 而且侯明浩小二搭的心 根本藏都藏不住 在护心不出之前 接受采访 问他想让哪个故事有后续 他回答的护心 如果我现在出了 应该会得罪其他角色吧 嗯 护心 前几天放出来的采访 又说二搭想演一个轻松一点的现代剧 你小子二搭三搭都安排上了是吧 那就演个轻松点的吧 轻松点 就是现代的 轻松点的 别这么尼死我活的这种 再加上他们两个是同公司的 那合作起来应该挺简单的吧 导演们还等什么呢 赶紧给我们周也 红明浩第剧本 男帅女美这个搭配 不管看几次都不会腻 怦然心动 三 二 一 哇 神明 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